大家好,我们这期视频来改字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字写这么丑 它是因为结构上犯了什么错误 没有遵循哪些书写原则 而导致这个字不美观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在字 在这个字其实它是主要没有搞清楚横和撇的关系问题 横撇搭配以前给大家讲过 要么就是横长撇短,要么就是横短撇长 那在这个字它就应该是横短撇长 而不应该写成横长撇短 这里给它搞错了,大家看一下 横短撇长 这是第一个在字 那第二个放字它是什么问题 放字大家也没有发现整个字形很松散 放这个字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 没有中弓收紧 放字它左侧应该往右边倾斜 大家看一下 左右两边形成一个合抱的姿势 你看左边往右上倾斜 而右半边 哎,写话往左下走 它往右上走 它往左下走 形成一个合抱的姿势 中间这一部分应该说的非常紧 包括你这个反文旁 反文旁的写法应该是上紧下松的 里面是绝对不能留有太大的空间的 一定要注意啊 哎,左边往右上 右边往左下 这里上面一定要收紧 反文旁上紧下松 这是放字 哎,中弓的问题 那第三个 狠字 狠是什么问题 狠字 首先第一个 左半边 这个反犬旁的写法 它就没写正 好多同学写这个反犬旁 都是直接这么写过去了 导致这个反犬旁是写的 那弯钩是不是这样写的 其实主要在于弯钩这一笔 弯钩这一笔应该是先写下来 好,交叉之后 然后竖下往下走 哎,先写下来 然后略带弧度竖下往下走 不是这样直接这么斜过去的 你要搞清楚啊 还有右半边它也有问题 右半边应该是上紧下松的 也就是说你这个头部不能写这么大 头部要收紧往里内收 然后下面腿给它留长一些 这一点要搞清楚啊 那最后一个 孤子 孤这个字什么问题 哎,首先子字旁 它也是略微有一点点斜 这个齐化往上走一点 哎,上面收紧 然后下面腿给它留长一些 然后右半边 瓜子问题是最大的 瓜子能不能这样写 我经常见好多同学 中间这个竖题 为什么要往左边斜一下呢 它是直着下来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瓜子是直着下来的 再一个就是 纳化它揭笔的位置 有多少人这个纳 感觉这个纳化 给它揭到这个笔上去了 哎,有的同学还觉得 这个竖笔和竖题和纳化 这个纪念与间距要相等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纳化揭笔的位置 应该在竖题齐笔这里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截上去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瓜子 平撇,然后竖撇 好,然后竖题 你看直着上去的 好,从这里开始 纳化,好,给它放出去 哎,纳化往外走 你看这个纳化从哪接的 是从这里接的 不是从撇上面接的 要注意啊 这是这几个字 它主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改正一下 我们来边写边讲 我们演示一下 首先第一个在字 在它是怎么样的 横短撇长 改完之后我们来比较一下 你看横往右上扛肩 这个小短横 你是往右上扛肩的 不要给它写长 然后撇化 往外放 然后在这个横起笔的位置 下面我们来一个竖 好,里面土字 你看横 竖好,再来一个横 往外稍微延伸出来一些 这是在 在哪里的在字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放字 首先点 往上走 然后横往左边延伸 但是 右边要短 你看它是往右上扛肩的 往右上走 然后横 往下折钩 好,往这走 然后出钩 好,撇化要怎么样 要短小 大家看一下 这个撇不要给它写太长 你要保证这个钩是最低点 这左半边 然后右半边 你看撇化往这 好,横 在这个撇的尾巴上 给它接上去 你看横 往右上扛肩 这两横基本上是平行的关系 它是平行的关系 这边高 这边率低一些 然后撇化 靠里一些 不要靠外 靠外一些 你这个反弯法就胖 你看它靠里一些 往这走 注意 往这走 纳化往外 伸展出去 出纳脚 这是放学的放字 中宫要收紧 不要给它写散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 横 横字反文旁的写法 非常关键 你看撇 好,往这走 好,弯钩 你看斜下去 交双插之后 略带弧度 往下走 好 向上出钩 然后撇化 你看往上截 大家看一下 这两撇往上截 然后下面腿 给它流长一些 然后你看右半边 从这些横 往右上扛肩 好,往右下顿 方折 这里头部 我们要给它收紧 不要把这部分 给它写大了 它是上紧下松的字形 你看 竖题 好,往上 好,然后撇化 纳花往外伸展出去 好,出纳脚 这是横字 大家看一下 这一部分 你看右半边 要上紧下松 好,我们来看 最后一个箍子 左半边 好,往上撇 好,弯钩 你看向下 弯钩 要正着写 不要给它写斜了 然后题换往上走 这是左半边 紫字旁 上面头小 然后右半边 你看撇出尖 小平撇 然后竖撇向下 好 竖题 竖题比这个撇 要稍微低一些 然后点 注意这个纳花 它起笔的位置 纳 你看往外放出去 好 拖出纳脚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纳花 你要注意它起笔的位置 不是和这个撇接上去的 这是固字的写法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再放狠和固 这四个字呢 我们把它们放大之后 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啊 首先 横往右上 扛肩 然后 小撇 放出去 好 竖垂直下来 然后里面 你看小短行 哎 竖再来一个 这是在子 然后我们来看 放 点 啊 横往右上扛肩 然后横 折钩 好 扁 然后右半边 扁 啊 横 扁往这走 你看中宫收紧 纳花放出去 这是 放子 然后我们来看 横 你看扁 好 弯 钩 向下 好 然后扁花往这走 注意这两脚是不同项的啊 然后 横往右上扛肩 折 往里收 然后再来一个 好 然后竖提 向下 好 提上去 然后扁 哎 纳花 抬起来 出那脚 放出去 这是横字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孤独的孤 横 扁 哎 弯钩 向下 出钩 这个扁接上去啊 然后提画往上走 然后右半边 撇 出尖 这个撇平一些啊 稍微有点斜了 然后竖撇向下 好 竖 提 低一些 好 点 注意这个那 起笔的位置 好 放出去 出那脚 这是孤独的孤子 好 这期视频 再放狠和孤呢 这四个字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学会了吗 再见